和大家分享這篇文章 作者是劉晴輝 他自己說是若清、若慎、若勤 這三個是自己做人的標準 他的題目是七名美國的高級官員 我可以強調的是 這是軍事軍官 七名美國的高級軍官 指中層局約酬這件事 是美國道德品質的污點 他就著《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 所以基本上把《紐約時報》內容折錄出來 他說開印豪 這是美國道德品質的污點 應該被視為美國政府的恥辱 是關欣豪 近日在關塔摩拉監獄 這個臭命遠駐的關於 其中一個囚犯 叫做Majert Khan 他譯了馬吉德韓 曝光了遭受美國中情局 酷刑的經歷之後 美國軍事裁判中七名高級官員 發出一封首寫的聯名信 譴責美國政府 虐待囚犯非人道的方式 這封信被《紐約時報》 他就在十月三十一日刊登出來 將內容說出來 而這個陪審團裏有八個人 八個之中有七個 在一起聯名 用手寫了這封聯名信 裡面說到 開引號 看所受到的生理和心理虐待 遠遠超過強化審訊獲批標準 堪比現代史上最殘忍的政權 所實施的好刑 關引號 作開引號就說 這種好刑的行為 不僅對獲取情報 沒有實際的價值 亦都不能夠為美國利益 大禮任何實質上的好處 關引號 作開引號就是相反 這是美國獨特上的一個會點 韓在美方人員手中所受到的待遇 應被視為美國政府的恥 關引號 韓在沒有任何之好的情況下 其實已經被監禁九年之久 而在頭四年半 他一直都說 見到他的律師 這種做法 完全是無私憲法的基本精神 亦都是對美國價值觀 和正義理念的公然 冒犯 這些是你美國人自己 冒犯自己的事情 你不能罵別人 而這個人 韓亦都在軍事法庭上 宣讀了一個三十九頁的聲明 詳細說明了遭遇各種非人的折磨痛苦經歷 他在2003年 因為作為一個涉嫌疑犯 恐怖襲擊的疑犯 在巴基斯坦被捕 此後 雖然他盡量配合 審訊的CIA特工 將他所知的事 全部講所謂的 但仍然受盡各種酷刑 他被迫獄中全國 雙手被鎖 雙手被鎖 掛在天花板上 審訊者不停潑冷水 冰水 不是冷水 等他在數日沒有壓碎膠 還多次放在他的頭 壓碎中 直至他幾乎窒息 他以為自己會死 那麼 他覺得和美國政府合作 換來借了更多虐待 他一刻求他們停手 向他們發誓 我沒有追求任何情報 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終於在2019年2月認罪 認罪 到底是 因為 這些酷刑 還是他真的認罪 大家不知道 以這一封信 很可惜 沒有法律約束力 只是可以讓 軍事法庭參考 這些非人道行為 美國做得出 其實任何政府都做得出 大家不用擔心 最好我不要拿他們的手 但是 問題就是 有些人 一方面 猛港人道 但另一方面 還不用 那些髒 髒 這才是最令人 不高興 這是雙重標準 大家都知道 美國雙重標準 明顯都很重要 這些 我連續幾天都讀過幾封 有關 這些在美國的軍事法庭 或者他們的黑監獄 或者是境外監獄所受的虐待 現在慢慢慢慢開始曝光 希望美國人民醒覺 他們的政府 不是一個 是友善的政府 這個政府 是一個非常邪惡的政府 可以做的 家裏 舊的公司 有些人 那些人